主料,面粉,辅料,盐,五香粉,橄榄油,大葱,水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面粉中加入热水,我做的是烫面的,再加入少许凉水和面,和成团以后盖上保鲜模型半个小时,将大葱切磨备用,面清好以后,在面板上面撒上少许干粉,将面团擀开, 将上少许的橄榄油,撒上盐,撒上五香粉,撒上葱花,扑匀,轻轻转起,切开,两边封口,盖银,放到平底锅中,发酿刺,出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